車來車往的石渡路口 民宅上設置醒目看板 仔細看正面板子上寫著 阿公包養小三 小三也想有個家 而且白髮阿公還大大的比個讚 這樣的房地產廣告引發民眾討論 有 蠻有創意的 你看起來覺得蠻有創意的 會覺得怪怪的 怎麼說 就好像很少人會這樣廣告 那當然不好 怎麼說 那麼老了還包養小三 家裡的老婆孩子怎麼辦 老婆原諒她 孩子也不一定原諒她 頭大的幾個字 引起了民眾熱議 正反兩極都有 原來這一塊看板 就會在金融市中和復興路口 房地產廣告 附近有許多小學 家長擔心小朋友看了 會教壞小孩 雖然有點詭諧 但是對於家庭觀念來講 好像又有一點不良的示範 所以呢 這個上面也寫 這個阿公包養小三 那這樣都不會顧慮阿嬤的感受嗎 所以其實有一些民眾看到以後呢 就會紛紛向我反應 那今天我也會來跟環保局 以及有關單位 來了解一下說 貼上這樣的標語 那造成大家觀感上的這個 不一啦 看法不一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是希望環保局 或者是我們市政府 能夠來跟業者 再來溝通看看 因為當初這個發想其實是 我們就是突發意想的啦 那只是想說 薄君以小 那也受到很多朋友 家人啊 客戶的關注跟關心 這樣子 那我們並不希望說 造成社會的觀看 所以我們也會在 近期就是廣告的部分 會做下架 業者接過媒體詢問 強調當初只是想引發話題 卻沒想到出現了爭議 現在承諾會儘快下架 損失費用大約2萬多元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